在淡水气象观厕所前方的斜坡 这条大约短短不到150公尺的自行车道 路面是由早期的气石地砖所打造而成 是属于市定古迹 但是日前发生有自行车骑士 因为骑乘过程太过颠簸而跌倒受伤的事件 市议员郑渊在接到陈情之后 也邀请了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许多自行车骑士来到淡水 所以若要从洪树林自行车道往淡水方向 一定都会经过淡水气象观厕所前方的这一片斜坡 而这条大约短短不到150公尺的斜坡自行车道 路面是由早期的气石地砖所打造而成 但是日前发生有自行车骑士 因为骑乘过程太过颠簸 而跌倒受伤的事件 市议员郑渊恩在接到陈情之后 也邀请了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一定不舒服 怎么说 因为一直抖 脚车没有避震器 所以会一直很颠簸 而且就夏天一定超滑 如果说操控不好的话很容易跌倒 而且下坡速度会比较快 在石板路的区段 也就是淡水区的天气观测站附近 气候观测站附近 来看这个自行车道 有没有任何的改善方式 那预计是在这个自行车道 这些石板路的花圃这边 去规划出一个自行车的车道 每到好天气或者是假日 就会有许多的自行车骑士经过这边 但是路面就连自行车骑士都说 骑过去震动都非常大 在下坡路段也非常危险 而市议员郑渊恩表示 经过文化局查证之后 其实这一段切石砖道路 是过去日治时期所打造 属于许定骨机 因此无法进行重新铺设 但也希望在一旁的绿美化 局在空间当中 开辟一条自行车道 然后看看这样子的规划 有没有办法符合法规 然后也符合他们的这个 双下的宽度 然后让自行车去行走去使用 那避免在这个石板路上面跌倒 或者是有一些伤害发生 让民众造成不变这样的事情 虽然在下坡路段有设置标示 要下车牵引禁止骑程 但是效果不张 在经过与新北市文化局交通局 淡水区公所等单位会刊讨论之后 希望以最少的经费 将这一段自行车道改道 而目前也在一旁的绿美化树丛 有足够的空间可以使用 但是车道必须绕过老数 也需要等待区公所进行测量之后 开辟一条让自行车下坡 比较安全的路段 也让这一段属于自行车 环岛一号线可以更加安全 记者许段一带去采访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